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市人都很關注健康 減肥這件事簡直是成中熱化 市面上這麼多種減肥方法 究竟哪一種才適合你呢? 減肥,怎樣才能減得健康呢? 今集的嘉賓,黃詠俊先生,John Wan 是進建營養及健康顧問中心的資深營養師 健康及營養專欄作家 同時,他也獲得營養學學士及哲學碩士學位 並且是個人體色能教練及體重控制員 他還身兼香港食品科技協會會員 以及香港營養學會會員等社會職務 今天他會為我們分享健康減肥方法 不知道有什麼原因他試試John創立營養中心? 其實我小時候是一個肥仔 也很喜歡吃東西 入到大學之後,我減了營養學 當中學了很多關於食物及營養的知識 但同一時間,我腰骨不小心打球弄傷了 發現不知道會否和肥胖有關係 我決心減肥 用回我學習的知識 我四個月時間減了大概四十幾磅 健康回來了 我出來工作的時候,我便會想 我可否用回學到的知識和減肥經驗 幫助有需要的朋友 因而我便想會否創立一間營養中心 令他們健康再現,美麗再展 John,我知道你在多年的營養學領域裡 將減肥一種副尺寸改天的東西 究竟是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 肥本本身會引生很多健康的問題 作為一個諮詢營養師 希望市民能夠培養健康生活的理念 以及建立一個健康的生活模式 當然,營養師和醫生的分別 在於我們好像一個心理治療師 亦都要注重客人減肥的心理狀況 了解他們的健康狀況之外 我們的角色就像一個溶滑劑一樣 將一些健康理念 以及一些實踐健康行為的模式 就可以填補一下 如果一間營養中心要做得好 我相信都需要不少人力、物力支持 那你在這方面如何打好根基呢? 直到目前為止 我們營養中心亦都配做了不同的專業人士 包括了中西醫、營養師、註冊護士 賣力治療師和體式能教練 提供專業和全面的諮詢服務 有助市民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剛才提到全面的服務 那究竟客人來到這裏 有甚麼程序要做呢? 首先我們會為客人提供一個 詳細的身體檢查 當中包括高磅重量血壓 計算它的脂肪比率、脂肪重量 代謝率和新陳代謝年紀 同一時間我們都會幫他們做一個身體檢查 之後才會做一個營養和健康的分析和評估 John啊 在你設計的減肥計劃裏 究竟有甚麼特色在這裏? 第一就是方向化 大家知道減肥不是你那麼簡單 原來背後有很多理論在這裏 不同的人身體狀況不同 我們就會用上不同的飲食模式去幫他們減肥 接著為客人量新訂做他們的飲食方案 令他們吃的都不肥 建立他們的生活模式 還可以飲足一輩子 我們然後會針對性找回他們自伴的原因 會不會做運動不夠、吃得太多 或者食品的關係 之後我們會個人化地為他們設計回他們的營養餐單 看看他們究竟吃東西是全日的份量 以及讓他們選擇自己喜歡吃的食物 除了飲食配套之外 我們都會有其他全方位的配套 當中包括做運動的計劃 譬如我們會為客人 了解他們的身體狀況之後 會教他們做一些大氧運動 以及阻力訓練 另外我們都會針對客人本身的身體狀況 而安排適當的營養素配套 譬如如說減肥這樣計算 很多時候很多市民本身的身體狀況 都是在燒脂效果比較差 我們會有一些綠茶配方的精華 幫他提升脂肪燃燒速度 另外有些客人本身來說 比較容易出現水腫的情況 我們都會有相關營養素幫助他去水腫 Jonah 這麼久以來 你的幫忙不少為減肥 有沒有一些最具代表性的個案可以分享一下 有的 最近有一個女生 本身是210多磅 減了70多磅 自信收回來 還有現在還跟男朋友去外國拍結婚照 那種滿足感我都會開心 除了滿足感之外 我知道你開這個營養中心 會背負一些社會責任 你會搞些什麼活動去回社會呢 我們中心定期都會在社區 辦不同的健康工作 直到目前為之 都已經是舉辦了大概200個以上的工作 同一時間我們都會同期接受 不同的媒體的訪問 希望透過媒體去教育社會 教育市民 關於健康和營養的訊息 另外我們已經差不多 為1萬名以上的市民 提供營養減肥服務 當中已經減了超過20萬磅 20萬磅 對 希望透過我們的專業的營養服務 可以不斷 未來都會回規社會 那你在未來會有什麼動向呢 未來今年我由三本五課的書 都會出版的 其中一本就是教家長 如何幫助小朋友吃得健康 第二本書 就會有一些真實個案的減肥案 和大家分享 還有一本就是教大家 如何健康煮食 我自己本書也很喜歡煮食 希望接下來 可以在不同的媒體 或者不同的機構 可以和他們一起合作 煮食 這樣 對 對 我們都會煮飯 那你最信 我們叫你學煮飯 知道嗎 如果你有上次 關於營養的資訊 就登入這個網址 下一集健康功略 再見 拜拜 拜拜